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的宴會 我們馬上要審理法官法 但是在這裡 我還是要譴責國民黨 今天我們在立法院從來沒有朝野行 大家講好了 然後一條一條 大家走過了 結果工廠管理胡桃法 既然前案否定 造成國民黨內部往內複打 一下開放 一下反對 一下在這裡邀功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請問 假如這樣的話 邏輯錯亂的時候 國民黨 重緩執政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想清楚 剛才也跟鄭民中委員拜託 法官法不要這樣搞 要記得 我這樣委員剛才在這裡講 法官法 這位的期待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要講一個就是說 最重要 司法改革重重之重 是法官法 法官法其實也不是一個新的課題 從國會前面改選 1993年以後 整個民主化的浪潮 台灣整個民主化的過程中 法官司法改革 從來是永遠一個題目 所以我們看到 1993年國會前面改選以後 1994年 施啟陽院長成立了司法改革會 1999年的時候 翁衛生院長成立司法改革會 然後呢 到這邊我們看到 2011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法官法第一次通過 那是 那是2011年的時候第一次通過 我前程參與審議 所以我在這裡告訴各位 今天這次第二次法官法修正的時候 司法改革裡面最重要就是這個法 我們立法委員的同仁 我們要想一想 這會期我們通過司法改革法案 大部分都處理過了 包括老中事件法 包括大好庭 包括憲法訴訟法 現在沒有處理 大概只有賠審和參審的問題 所以今天法官法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當然這次修正的重點 很重要就是 法官的推廠機制 就是評券委員會 以及職務法庭 另外比較重要的請大家不要忘記 第三十五條 有關於個人評券的問題 現在全部開發 以前要司改會送 現在是前面開發 任何一個當事人被害者 都可以去檢舉 都可以送法官的評券 這是 這樣一個制度打開 是全世界所沒有的 然後我們要引入 引入什麼 引入職務法庭的參審制 所以我希望這個法 能夠順利通過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黃國昌委員